来关心几则地方建设的消息 新北市细止涉后地区 每逢大雨就容易淹水 因此市府针对了北风抽水站进行更新工程 包括发电机更新 前池加大等 不过最近因为配合台电施工 更新作业暂停 但是里头的机主马达却发出了空转的噪音 引起民怨 也担心安全问题 31号新北市议员白佩卢就召集相关单位前往现场会刊 希望了解工程进度 解决明月 西子区北风抽水站因为里头的发电机已经二十几年 再加上前池不够深 造成只要瞬间好大雨 周边抽水不急就会积淹水 而在几次会刊后 目前更新工程已经在进行中 老旧发电机主要全部更新 只是这几天工程停工就这么放着 不但前池堆满污泥机主还会发出空转噪音 不但扰人轻蒙 也危险 我们在停工程中 因为我们红尽就到了 那天下山河他就窃脆弄了 那麦娥打空转这样 那这样很危险 我现在一个土地站 所以就要检停 等检停了 等着大雨就开始了 现在有有 没有什么是要办分流来做改善 不管 反正就是要保证了 四个人管他们做得好 這幾天因為工程就一直發出馬達 有產生空轉的噪音 然後造成居民夜間沒辦法好好的休息 那我們也請了相關的建造單位來討論 然後包括前池這個部分 會在四天內就把這邊的把它清除 另外因為目前施工中 整個抽水站等於沒有辦法發揮功能 如果有豪大雨地方擔心水患在線 而這次抽水站更新工程 加強機組的功能 會開始要求趕在防汛期前要完工 抽水站的馬達更新之後 它的備載容量也會變比較高 所以相關的後續包括台電的合約 我們都會跟公所還有相關的單位 一一的來討論 希望整個北風抽水站 在背負著這邊附近這麼多里的排鴻 希望說能夠發揮它的作用 它現在有兩個主要的工程在進行 一個是換整個新的發電機組 另外一個是把整個前池擴大 居民在提到說 就是有些機組的運作 那個不是很正常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趕快來做一個改善 那我們也會趕在 那個5月訊息來的時候 我們把它整個完成 目前由汐止區公所負責 會先改善機組運轉不正常的部分 而工程也預計在5月完工 讓大雨來時能夠發揮抽水站應有的功能 叫程慧琳希致採訪報導